老公啊 这个月的信用卡还款到期了 今天最后一天了快点帮我还款 多少钱啊 6000多 什么 怎么可能啊 你什么花了6000多啊 我都有点不信了拿来给我看看 6651块5啊还真花了那么多啊 都花哪里去了 我没把你这张信用卡刷爆了已经很好了 你刷爆了我还还不起了我跟你说 快点把钱还了嘛 还什么啊 花了6000多啊 你告诉我钱都花哪里出来 你说了这个花了钱啊我就来气啊 不是说好了吗 过节前几天 说给那个我的奶奶 还有我的外婆给他带那个礼品是吧 说去看望他说我们好久没去了啊 啊这里不是钱啊 好了这里算1000 那还有5000呢 还有不是说好中间前几天提前去看我爸爸妈妈妈 对不对啊 然后你说你买香烟还有酒 然后我去买其他的东西 那些不是钱啊 好那里也算你1000吧 那你还 对啊你想想看你儿子身上的那些衣服 对吧那些新衣服都是我买的天气又冷了 还有我我不要买衣服吗 你怎么不说呢这些不是钱吗 这呀还有你那个什么 你上次过生日对吧 我还给你买了裤子还请你吃饭 你说这不是钱吗 你这个也用信用开刷了 那叫你请我你送我礼物啊 我现在帮你还了我不是就是这只送这只礼物吗 那我等会等我有钱了 我再还给你行不 我现在只是没钱还不上了吗 你怎么这么搞笑的啊 你花的钱这么多 我花了这些钱又震荡了这么多了 你怎么不说你啊 10月一回去人也看不见 回去不是打牌就着跟朋友去吃夜宵去干嘛 也不说把我带去 我天天待在家里陪你爸妈 你怎么不说你花的钱不多 我没有花钱好不好 都是朋友请客的 难得回去都是朋友请我吃夜宵的 我又没有花钱 对你没花 那因为你花的多 你快点把我还了啊 好了好了给你还了还了 那你还呀 你还好了啊 你下个月再还那么多 把你信用它都剪掉啊 好